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的大棚给挪到楼顶上去了一样 您可能会说了 这个办法好 为什么呢 你像杭州这些地方往往都是装的地非常少 人们这些地都用来建房了或者进行工业生产了 农田实在是少得可怜 把这个楼顶利用起来 那就能种出不少的蔬菜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如果说咱们这期节目就说这么点内容 那是不是含量有点太少了 这幢大楼 它不仅仅说楼顶上有大棚 而且据说还是一座循环的楼 好像这个楼会自我呼吸一样 虽然说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自己呼吸 但是你说这个楼是一个绿色环保大楼 是绝对有道理的 行 接下来咱们就去亲眼看看这个大楼 站在千岛湖镇的最高点 极目四望 在一片灰蒙蒙的楼顶中 有一状建筑格外惹人注目 它的屋顶上是一片银白色的塑料大棚 而且占地极广 位为壮观 怎么会有人把大棚建到了屋顶上呢 第一个呢 我是农民的孩子 小时候干过的这些农活呢 应该说在现在的这个人脑海里呢 记忆还是比较深的 第二个呢 后来搞了企业以后呢 从企业这个环境这个角度 所以我每一个工厂 多或少的会搞一些绿化 然后呢也搞了一些空中花园 那么在这个搞的过程中呢 也误导了一些经验 颜光明就是这家服装厂的厂长 他一直对做菜园比建花园更感兴趣 在自己家的屋顶上就建起了一个小菜园 白菜 萝卜 西红柿 油麦菜 诸如此类品种繁多 煞是热闹 一百多平方米产出的蔬菜 足够一家三口吃 绰绰有余 吃不完的 还要送给亲朋好友 皆大欢喜 但呢 毕竟是一家一户 小打小闹 如今这个厂房的屋顶 可是有一万多平方米 自然考虑的就大不一样了 那么这次呢 因为这个屋顶的面积比较大 如果说用一种传统的方法做呢 也能做 但是用大棚呢 可能经济价值 可能经济效益会来得更好一些 做蔬菜大棚 看起来虽然简单 其实里面门道还是很多的 特别是在屋顶上 做蔬菜大棚 差不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 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技术 要花多少钱 做成什么样子 种哪些蔬菜都不知道 更令人担忧的是 建大棚会不会对屋顶造成破坏 把屋顶搞漏了 甚至搞塌了呢 要知道 这屋顶下面可就是 三百多号人上班的车间呢 安全问题可是马上不得 关键时刻 一个人伸来了热情的援助之手 他就是浙江省农合院研究员 李国军 原来在这个屋顶的时候 我这几家地方也得找地方 确实在我已经做了十四个 就是四顶 那么有一次也是碰撞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就是这个老板 他想做我登岸的学做切员 李国军从事农业研究 已经三十多年了 而且尤其对屋顶菜园 更是情有无动 但由于人们对屋顶农业还不甚了解 尤其对建筑安全问题心疼顾虑 只靠他一个人分走宣传 推广面积还不是很大 大多是一二百平方米的个人住宅项 如今一下子有了上万平方米的试验棉 这对他来说真是意外之喜 他一来到这里 就向阎光明建议 不要光做大 还要做好 不能眼睛只盯着产量 更重要的是 要在生态循环上下功夫 做的小一点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餐区里面 也不整得生物垃圾 也不整得废水 把这些 就是原来作为垃圾的东西 作为fever的东西 我们把它当作支援 作为fever 几日你去到几大地方去处理 也就是相互之间的移动 我这里不无人了 无人到几大地方 那么我们就觉得通过 浓郁的方法 接着给他资金员那些 综合利用起来 第一关就是土的问题 最初 阎光明对上土是有些犹豫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担心沉重问题 上万平方米的屋顶 铺得薄了 担心会影响 但要是铺上厚厚的一层土 就等于凭空增加了成吨的重量 楼板筋得住吗 这种农天 像我们种的水稻 我这种的车缘 几日作为作为生长的 土的那个层面 也就是15公分 到20公分之间 那么在地上 这件土能够长 那么学乎在屋顿上面的话 我想也应该行 用的都不是泥 而是用一种机制土 那么用一个机制土种呢 就是对窝面的这个沉重 它因为这个体质比较轻 所以放在窝顶上面的话 沉重对整个窝面是绝对没有 不会有影响 阎光明从市场上买来了泥炭土 再加入珍珠盐 用有机肥料拌匀 这样的土质 完全不同于当地的江南酸性红土 土壤酸碱度适中 而且非常肥过 经过李伯君的测算 每平方米铺20厘米这样的机制土 只有不到100千核重 对于能支撑成年人活动的屋顶 这点分量还不在话下 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 原来屋顶的楼板上都要做散热材料 但现在就直接用土代替了散热材料 这样一来就不用对建筑原有的承重设计 做大的改造 建设成本也没增加多少 我不高蔬菜的话 我顶着这个防水 也是要做得很讲究 要不然的话 这个房子漏个年以后漏水的话 后期的这个维修的费用就比较大 那么作为土的成本来说 虽然要花点钱 但是我在做房子的时候 有一些地方的这个材料 可以省下来 来补上这个土的这个成本 酒鬼酒富裕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土的问题初步解决 但新困难又摆在大家面前 如何让水资源获得最充分的利用 请继续收看 《走进科学》 大楼里的农场 其实要说现在在屋顶上 种植绿色植物这项技术倒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了 应该讲不少城市都有类似的景观设计 但是种菜就相对少一些了 其实细想一下 种菜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你看新加坡就有人尝试着在新加坡的一些建筑物上进行这种空中菜园的建设 它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说菜是从遥远的乡村拉来 这一路过来通过物流环节就得增加多少碳排放量 可如果是直接种在我们的屋顶上的话 就会减少大量的碳足迹 这对于降低整个全球的温室效应 您别看 从小事做起这绝对是有好处的 另外屋顶的这部分土地 闲置也是闲置 把它利用起来不仅美化我们的生活 还可以给我们的餐桌提供很多鲜美可口的蔬菜 何乐而不为 另外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城市当中有很严重的热倒效应 太阳晒了我们屋顶一天 等太阳下去了 我们屋顶它同样会散发出大量的热量 这搞得城市温度会比郊区高很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种上了大量的蔬菜 大量的绿色植物 它吸热的效果也会非常好 只不过我们说 在屋顶上种菜 你不仅仅要解决 它本身的漏水问题 你还得解决这些蔬菜的营养 水分来源等其他的一些细节 农业上有句谚语叫做 有收无收在于水 多收少收在于肥 这句话深刻道明了水肥 对于农作物的重要性 水是蔬菜生长的第一要素 屋顶菜园高居半空不接地气 水从哪来呢 要是都用自来水浇灌 这成本就太高了 这个厂房种的还是工业用水 价格很高 如果按一万平方米的菜园 每个月光是水费就要上万万 一算下来 整屋顶菜园就成了没钱的买卖了 我们就自家每年的雨水量 差不多两千好米 那么你们不懂的话 稍微有多有少 一千千百到两千五百之间 那么差不多也就两千毫米左右 但两千毫米它是不平中下 那么就是平日的时候 下暴雨的时候 雨水多的时候 借一个雨水收集池 给它设计在那里 那么到不下雨的时候 我用这个水 这类浇灌这个菜 一年是就是够的 有了雨水收集池 盐光明买来的水泵 把收集的雨水抄上来 这样只需要一点电费就够了 既节约了水资源 也大大降低了用水成本 而且由于土壤 对暴雨起到了拦截吸收作用 下再大的雨 长距离也很少有积水了 但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 有了水该怎么用 全年就这点雨水 不能大手大脚 大水漫漫的浪费 而且降水也不平均 不能光等着老天爷下雨 李博军从外地引进了 先进的建嘴式滴灌方式 解决了这个难题 水能按的是 金箍那边的就是举灌道 然后到这个支管 支管再到这个风管 风管以后 这里一项是几码色的地灌 那么品质地水也看不到 那几日这个水 从这个地头 一滴滴往下垫 上水的问题彻底得到了解决 接下来就是肥料的问题了 俗话说 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 要想高产 没有肥料是不行的 一般来说 就要使用化肥 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 但厂里最初建这个屋顶菜园的时候 本来就是种了自己吃的 不奢望有多高的产量 主要追求的是绿色安全和新鲜的口感 所以这里就有了一个无形的法则 不用化肥 在农口院他们指导箱也有用一些营养液 就是专门供蔬菜的一些营养液 但是这个成本液比较高 一栋营养液花一千公斤水 要二十多块钱 如果是我们整个一个大棚子千个平方 用营养液死一次肥的话 最起码要五六株 也要一百多块钱 长子以往光是肥料的支出就是一大笔钱 该怎么节约成本又能有好的收成呢 李博君想到了一个办法 建筹气质 爪液经过无害处理后 就可以作为屋顶菜园的肥料和水源 爪渣用作栽培机制 和土壤搅拌后深翻进去 让团质更加快速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 爪气还是一种清洁的能源 输送到管道里 就能变成职工食堂的蓝色火苗 那么这个是水壁调配区 那这里是有你看到的两根管子 这根管子是自来水 这根管子是自来水 这根管子是雨水跟糟叶 那么文配以后 你们这些送到几个桶 然后你们这些就进入这个管道 送到你们这些大坟里面 找汽池的加入 让大家为之欣喜的时候 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了 慢慢的 沼气供应量开始变小了 后来越来越少 最后干脆停止了 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 原来是原料不足 最主要的一项原因 居然是没有猪粪 浙江省 十七年以前就沮丧气了 那么地上找汽池的以后 就每家每屋当时都养猪 每每每每来的话 就是一方面 就是城市扩大了以后 不让脚去养猪了 有些农人也不让他养猪了 那么有些人也不愿意养猪 因为毕竟脚也不高 所以这样你找汽池的女人要不少 阎光明马上决定 从外地买来十几头猪 在楼下沼气池旁边建起了猪舍 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 不但沼气的原料得到了保证 不再出现断气缺回的现象 而且猪长大后屠宰 也可以让职工食堂用来盖上火 最关键的是 职工厨房的厨余垃圾 菜园的烂菜叶子 这些原本都是垃圾的东西 却成了喂猪的好饲料 一头小猪让整盘旗都走过了 我们的餐饮啊 那些整饮也好 我这种的副餐厨也好 那最后加工了以后 再去做饲料 也就是吃吧 你做了一大区以后 再去喂猪 那还不如我再去给喂猪 这样子爱的可以生很多的能源 生很多的生理费 酒鬼酒富裕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猪的加入是原本的垃圾变费为宝 挂在空中的菜篮子 能否供应全场鞠躬的餐桌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 大楼里的农场 所以说在他们这套系统当中 这个猪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收集来的干水 里面富含各种营养物质 但是这些东西 如果不加利用 只是直接把它扔掉的话 那会污染环境 造成更大的一些破坏 可是现在呢 养上猪之后 吃不了的这些剩菜啊 这些收集来的干水 统统给他们吃了之后啊 这些猪他们产生的猪粪 又可以拿来产生沼气 沼气生产完了之后 剩下的沼渣 同样又可以用来施肥 施肥给谁呢 那就是给屋顶上的那些菜 所以啊 你看把猪引进来之后啊 就感觉整个这个循环系统啊 就趋于完善了 屋顶菜园红红火火的拌起来了 园子里品种丰富 翠绿的西瓜 金黄的西红柿 鲜红的草莓 热闹非凡 天气干旱了 有低贯管道 自动浇水施肥 大棚里装上沾虫纸 补虫帮 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 杜绝使用农药 大棚的顶盖还能自动卷起 被蔬菜补充光照 平日里只有两个园丁 管理着六千平方米 将近十亩地的菜园 这片城市里的田园风光 每天都吸引了附近的人 前来参观游览 国内的反正城里人也好 农民也好 其实对这种生活还是有所追求 只不过是苦又没这个条件 但是国外的这个理念呢 其实比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理念 还要更强 好多的客人到我们这边来了以后 他看到这个场景 都会举些大摩执 屋顶菜园搞起来了 但是李伯军仍然不满足 他的设想 还要把整个大楼的空间都利用起来 这次他的目光又盯向了地下室 这里阴暗潮湿 又没有下水管道不能助援 但就没有一点利用价值吗 他想到了种植食用菌 像平菇 杏鲍菇这些 能够耐若光洗潮湿 把场区里的枯枝落叶扫 在这里种植食用菌 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按照这样子讲起来 我灯状里面做了测缘 底下是种了食用菌 原来我正在那里面地 现在我问了你两毛 有没有是上面种植的 有没有是下面种食用菌 土地比约来健康之间还多起来了 这栋大楼成了一个有生命会呼吸 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 楼顶上前面是花园 这里广交朋友品尝新鲜蔬菜水果 寒天说地 后面是塑料大棚 是挂在空中的菜篮子 能供应全场四百口人的餐桌 楼下是猪圈和找汽池 是一个活动的挖机处理站 让厂区一直保持干净整个别 地下试吃食用菌 新鲜肥大的果固 也是直供餐厅的美味 菜园里走一走 空气是清洁的 味道是新鲜的 满眼是绿色的 心情是舒畅的 我每天下班的时候 零下班以前 到车园里面来走一走 上班的时候 早上上班的时候 之前到车园里面去走一走 自己把这个菜园的这个情况掌握了 但是对自己本质的工作 丝毫不会有影响 反而能够增加 这个提振精力 增加快乐 全场的四百多名职工 也都从中享受到了福利 屋顶的菜园 让只有一层顶板之隔的楼下车间 温暖下凉 工作环境改善不少 职工宿舍用上了找剂 烧火取暖 做饭洗澡非常方便 每天开饭 餐桌上供应的 是这座大楼里产出的 新鲜干净的蔬菜 看起来开心 吃起来也更加放心 今天打了什么饭 今天打了一个平菇 还有一个清菜 新闻市 你知道这些菜从哪来的吗 那是我们屋顶大棚里的 屋顶大棚里的 咱们吃了这个屋顶大棚的菜 你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 就像我们各商场都会发水果 发那个菜 大家都网上下班 都拎着这个自己种的这个菜 回家 给交流人吃 然后跟交流一介绍 这个菜都是我们公司的 自己那个楼顶上种的 都挺新鲜 都挺好 然后特别是一个有气 很公害 它没有什么农药化肥 对身体健康 屋顶菜园成了浙江农科院屋顶农业的事半基地 也成了仙道湖景区远近闻名的开心农场 一栋钢筋铁骨的大楼 变魔术般的出现了一片凉田 生产生产着干净的蔬菜 也生产着清洁的空气 还有田园木戈般的生活 如果我们细心的算一下就会发现 这栋楼它本身的碳排放 那可真的称得上是非常非常少 假如说我们再把其他一些比较成熟的 现代的一些科技技术成果 引入到这栋楼中的话 我们绝对敢说它就是一个环保绿色的大楼了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相关的技术 能够更扩大一些的话 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对这个环境 能够产生非常大的改变的力量的 但愿这样的技术能够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 这样的理念能够被我们更广泛的 使用到我们居住的城市 使用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去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